新闻来源品牌观察官 同仁堂今年迈入了第355年的药堂生涯 过往的300多年当然给同仁堂留下了数不清的荣誉 但最近这几年同仁堂的风评却陷入了黑洞 先是贪腐事件频频被爆 后又是多次被质疑质量问题 同仁堂的下一个百年还会这么好走吗 0100年要起疯狂收割是撑不住了吗 近几年的同仁堂口碑仿佛是拼命踩刹车 也止不住的下滑 几乎年年都有黑料被爆 但是同仁堂每次都是雷声大鱼点小 道歉整改一条龙然后再犯 最近同仁堂又翻车了 一位身在德国的网友爆料 他服用了在国内购买的北京同仁堂人单后出现拱超标的症状 经检测机构检测后 在对照国内的药品标准证实 这款人单中还有的拱超标了5万倍 这还不是第一次爆出同仁堂旗下产品拱超标 早在2013年 同仁堂的剑体无补完就被爆出拱超标5倍 没想到到了2024年 拱超标也能反弹 变本加厉到了5万倍 除了拱超标外 同仁堂的黑料还不止于此 2016年 央视曝光同仁堂的鹅胶 被检测出猪和牛的DNA 这意味着这一批次的鹅胶存在造假的情况 2017年 同仁堂旗下有四家公司 被官方通报生产的影片质量不合格 其中 博州的分公司居然被通报了七次之多 妥妥的惯犯了 2019年 被爆出回收过期蜂蜜 用作原料生产 联授与整个集团的中国质量奖都被撤回了 这个奖的分量相当不一般 相当于行业内的最高荣誉 这也能被收回 同仁堂真该反思一下了 照常理来说 打着百年老字号旗子的品牌 应当在品控方面 更加让人放心才对 怎么同仁堂还搞这一套呢 不过既然事情做出来了 市场也会回馈最真实的反应 最近几年 同仁堂的发展 对比同行 就显得势头较弱的 当年 同仁堂 东阿阿交 片子皇 云南白耀 被其名称为中药四大天王 早几年前四者的市值相差无几 但现在状况变了 片子皇的市值已经突破了1400亿 云南白耀的市值也来到了990亿 即将突破千亿大关 而同仁堂排在了第三 市值为647亿 看似是个第三的中等成绩 没有太糟糕 但是从种类数量来看 同仁堂拥有的王牌 可是比其他三家都要多 安宫牛黄丸 大活落单 再造丸等 口碑也非常不错 但是对比起来 就偏偏差了点火后 撑不起再上一个台阶 02老要起 开始赶潮流 画风却奇奇怪怪的 2021年 同仁堂击中的弊端 终于随着贪腐事件曝光 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 10月 原总经理高振坤被双开 随后多位高管纷纷离职 连避嫌都顾不上了 可见同仁堂的内部问题 有多严重 当一家企业在外界中的形象 变得莫名其妙 多半是高层出现了问题 各方利益集体 开始博弈 推卸责任 除了贫发的贪腐事件 同仁堂在发展方向上 也有一些问题 如果说前面的各种捞钱 是为了发展积累力量 但是把钱都投在了卖酒上 是不是有点跳脱了 也许是看着前几年 中国的药酒市场非常火热 同仁堂也想来奋一杯羹 但是他们的打法 还是有些与众不同 此前同仁堂在制酒上的经验 大多是药酒 但这次却选择了用口感 更温和的鹿酒 来作为主开发产品 其实就是 探中了鹿酒的快销属性 并且想避开药酒类的劲敌 劲酒 相比起看疗效的药酒 鹿酒更注重的是饮用体验 而且使用场景大大增多 市场更为广阔 基于这个想法 同仁堂推出了御酒 但是这款酒在先天上的定位 就很尴尬 定位是鹿酒 明明是药酒的日常版 却偏偏加上高端 抬高身价 给人一种既想贴地 又想吊高来卖的感觉 这款本质上的快销品 自己堵死了自己的鹿 所以到底这款酒 也没掀出什么水花来 同仁堂也尝试过赶赶潮流 希望将老中药包装成新国潮 在同仁堂科技旗下的子公司 尝试推出养生咖啡 中药奶茶 熬夜水等产品 不得不说 这一届的年轻人 仿佛什么都有了 又仿佛谁都在割他们的韭菜 第一家体验店 就设置在北京同仁堂一楼 同仁堂白发苍然老中医的形象 突然来了各大反转 卖起了咖啡糕点 还是让不少人感到新奇的 但就像邮政卖咖啡一样 这些形象中正的企业跨界 都有种后进不足的感觉 大家新鲜没几天就抛出脑后 照理说不该如此 但回到企业本身来说 也许企业给这些项目的定位 就是营销性质的 并不指望他们成功开拓出新市场 给财报增添一笔可观的收入 既没必要 从一定程度来说 也不能这样做 因为从高层的视角来看 过多的年轻化可能会改变品牌 带给大家的印象 要起最重要的形象 就是稳重 安全 毕竟不是带有娱乐性质的企业 过多不必要的曝光度 反而可能会使得品牌 陷入被动的局面 03改变现状 从把刀挥向自己开始 同仁堂自己也知道 前几年积累的黑料 让同仁堂在外界眼中 几乎成为了只剩一个 老字号壳的企业 在2019年以前 同仁堂的营收增长缓慢 丝毫没有同行云南白药 骗子黄的样子 营收不仅增长缓慢 在2022年初 又面临了一次大的激货问题 同仁堂在当年的公告中表示 由于预判错了疫情过去之后的 报复性消费行为 导致影响了当年的内地销售额 面对这几年连番的降咖 同仁堂真的有必要 进行一些大动作的变革 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变革居然是由官方现一步掀起的 2021年原总经理被双开后 同仁堂开了一系列的改变 前几年 同仁堂的研发经费水平 一直都属于行业内的低值 虽然是作为中医药企 但是近年来的大趋势 还是把餐厅的中医药企 推向了新的市场需要 那就是一定要创新 守旧传承 对于这类企业来说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任何事物 都不可能一成不变 特别是同仁堂 现在已经到了停滞不前的关头 更需要一些新的增长点 来守护下一个百年 从同仁堂2023年公布的财报来看 2023年的研发支出 为1.17556亿元 而2022年 为0.78433亿元 同比增长了49.8% 从研发投入来看 同仁堂终于迈出了 将注意力放回药品研发的道路上 不再专注于吃老本 靠着老字号 只推出一些无关痛痒的产品 而把销售压力 放在古老的玩坊上 放到2024年 大家对于线上买药 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对于几年前的医药市场来说 线上买药 还是非常新鲜的事 毕竟没有实体店 消费者的对此的信任度 还处于一个萌芽观望的阶段 但是本着宁愿走走弯路 也不能落后的想法 同仁堂还是在这波大潮中积极布局 虽然前期也遭遇了一些市场质疑 在黑猫平台上也留下了不少的黑脚印 但度过了干大期之后 同仁堂的线上模式 还是给销售渠道的拓展 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据同仁堂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 2023年 同仁堂的线上即是零售订单 有较明显的增长 在第四季度的订单量 同比增幅四倍 在市场挺过了摸索期之后 带来的业务量还是很可观的 再加上这几年 同仁堂也有新改变 2021年左右降至冰点的公众形象 狠抓了几年质量 这几年相关的黑料倒是少了很多 同时迎合国潮 同仁堂也打造了几款IP 主打改变年轻群体 对同仁堂的印象 也挽回了一波好感 所以 这几年的财报 营收都处于一个可观的涨幅之中 两年的涨幅超过10% 在2023年 总市值也迎来一个837亿的高位点 04写在最后 一家百年老字号 走过毕露蓝旅的开创时期 再走过居安思维的发展中期 走到今天实属不易 但是就目前来看 各百年老字号 在面对新的市场需要时 要不然就是反应慢 要不然就是吃相难看 总给人一种老迈的动感 百年老字号发展到今天 有许多出现了危机 与其说是没跟上时代 不如说是人心变了 从前固执守志的初心不在 一味追求力 四大天王 已经有三家经历过一波的反摊整顿 这也反映了国家层面 救治老字号的助力 企业里外结合一起打扫 对于老字号来说 不亚于一次重生 是